3月7日,美国报告新增380例变异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创下单日最大增幅,总感染病例数已超过3100例。 目前,美国大部分已知的变异新冠病毒感染均以首先在英国被发现的毒株有关。 美国CDC主任瓦伦斯基一日曾表示,如果变异新冠病毒不断蔓延,美国取得的所有防疫进展将会被抹除。 白宫新冠病毒因应小组3月8日在简报会中公布CDC最新防疫指南指出, 已经接种完第二剂辉瑞莫德纳疫苗两周过后,或者接种只需单剂施打的强生疫苗届满两周的民众, 彼此可在室内空间聚会,不必戴口罩或保持社交距离。 据统计,全美约有3000万民众已经完成疫苗施打。 8日,联合国及联合国妇女署联合举行了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的视频会议, 本次活动主题为《领导层中的女性》。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在过去一年中, 全球的女性们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特别是在抗击疫情的一线上,女性的作用至关重要。 他呼吁国际社会要制定更具包容性政策, 反映包括妇女在内全体人民需求。 第75届联大主席博斯克尔则在讲话中呼吁各国政府要切实保障女性权益。 3月8日,中国版国际旅行健康证明微信小程序正式上线, 欢迎中国公民使用。 中国版国际旅行健康证明是一种综合性证明, 展示持有人的核酸、血清LGD抗体检测结果及疫苗接种情况等。 健康证明内涵加密二维码, 一共各国相关部门验证并读取个人相关信息, 除电子化展示外,还可以打印生成纸质版。 此举的实施对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及跨境人员往来便利化, 提出了切实可行的中国方案。